來了 登登登登 看一下 哇 就是這樣 這個到底是什麼重機好長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在神魔之塔五周年呢 炎熙終於要一空轉生了 沒有錯這兩張黑金卡是第一個黑金的一空轉生吧 應該沒有錯 這邊轉生需要三隻號角 但也可以吃自己喔 那水火炎熙都可以轉生 但是 呃水炎熙這個長得好像機械族 好險它不是機械族 不然會哭吧 它變成一個這個什麼 好像騎著重機的那種感覺喔 它技能會變很強喔 它水水性掉落率增加 那消除水越多傷害越高 這是完美搭配那個水吸蠟 轉生過後的水吸蠟呢 因為可以製造出生素符石 所以這可以一直持續 好所以傷害直接提升2.2倍 還可以增加水屬性掉落率可怕 那火炎熙的一空轉生呢 則是直接禁掉木珠 然後掉落火珠 那如果下出生素符石的話 提升到40%的掉落率 這個沒有增加2.2倍的傷害 但是直接禁了一個屬性 所以combo數會大增 這個也許會更強欸 如果以西亞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禁珠可能會更強喔 所以我目前來說水跟火炎熙還是火大於水 那我們今天呢 就馬上來一空轉生水炎熙吧 來看一下關卡長什麼樣子 祭師的湧倉 好來囉 三個關卡 應該很簡單啊 這個都是幫我們轉水珠的 嘿 好就這樣 看一下喔 轉成水珠OK 血量 挺多的 不過我們消水珠會補血 所以應該隨便打吧 嘿 嘿 好看一下 我們這一隻傷害 是有7萬的 喔其實他血蠻多的 他血有點多 好第二關是什麼呢 轉租時間減少 OK 喔好感好感 好 好 欸水珠到底有沒有尖 就有點忘記了欸 感覺 感覺 感覺有 嗎 有嗎 不知道 好我們先消 嗯水珠好少喔 嚴信就是怕缺水珠 容易卡 好沒有監據沒有監據 我們繼續打 他血量倒是不多欸 我們慢慢消都快把劫掉了 好我們既然也存好了OK 這邊可以帶他走了 好來看一下最後一關 希望不會太難 如果他是禁消水珠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 好 來來來 喔拼圖盾 那還好 呃不能突出去 哇不能突突去 不能突 好我們就 呃直接來 嘿咻 好就這樣 打一下 喔 欸傷害那麼高喔 他血量好少喔 那我們開技能囉 好一樣不能突出去 好就這樣吧 簡單 就這樣過了 欸欸欸突出去了嗎 欸欸欸 怎麼沒有看到突出去的地方 什麼時候突出去的 嗯沒發現 再一次 好這樣總可以了吧 OK解決他再一次 OK血量很少 順利過關 非常簡單的一個 轉身關卡 來了 看一下 哇 就是這樣 這個到底是什麼 重機好長啊 好 那其實我比較好奇 如果他在轉身 回來的那個狀態 是怎麼樣啊 而且他沒有右上角 溫號可以看他的 隊伍技能 所以這個狀態 是沒有隊伍技能的 我們轉換回去 轉換的狀態呢 是暗星轉水牆 然後呢 一回合 轉越多 10顆可以達到 2.25倍倍率 好像有增加欸 之前是兩倍 那 對長技的話呢 4.5倍一樣 那 消除3組 變6倍 然後隨機把2顆 轉成水神 喔 這個好像 多了這個 隨機轉嘛 倍率也變高了 6倍喔 6倍跟轉2顆 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的閻西 原本的閻西就是4.5倍 現在變成6倍 跟2顆 水神族 那這邊一開始是光跟星轉水 然後最多2倍 轉8顆2倍 那現在是暗跟星轉水 欸 為什麼變成暗跟星 那光就保留了喔 喔 他是為了水光隊 因為水光隊就是比較容易搭配 所以他光珠就會保留下來 好 做了一些這樣的變動 那倍率變成6倍喔 可是要消3組水珠是 比較麻煩一點點 以當隊長來說呢 欸 是有變強啦 主要是他的隊伍技能有在 但是他現在看不到隊伍技能 所以不曉得有沒有變化喔 總之呢 我們應該還是會用他 毅力轉換的一個樣子 反正我兩隻閻西可以轉 欸我兩隻閻西 欸對耶 我兩隻水閻西我兩隻都轉身就好啦 兩種型態的毅力轉換都放在 同一個隊伍中 感覺很誇張 好我們的歐洲人水希拉隊完成囉 其實好像不一定要放閻西耶 只要放一隻一轉的就好了 因為他主要的技能是轉出水珠嘛 所以他原本這個轉出水珠的話 我們現在希拉倒是不太需要轉水珠 不過他這邊有額外的增傷 所以他吸力會比較長一點 那另外都帶增傷就夠了 我們現在希拉就是很強 希拉現在只要增加倍率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隊呢 跟火屬性的火希拉呢 因為閻西的關係都會變強一個檔次喔 現在應該是可以追上暗隊 甚至有一些可能有機會超過暗隊希拉的一個狀態了 好的那就是今天水閻西的異空轉身啦 那祝大家幸運能抽到我們的兩隻閻西喔 這兩隻真的現在變得非常強喔 轉身之後真的很可怕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幸運囉 我們下次見大家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